大碗里再加点葫芦 这个四孔煎蛋锅做早餐省时又省力 大小的骨骨骨鸡 记得要加点水 小秒钩做丸子特别的好用 用蒸盘一压小刀一刮 盖面包片扣下来个圈 蘸蛋液裹面包糠 美味巧克力派制作完成 我们要吃这个土豆水 具体的比例我放在屏幕上了 这次我们烤酒一点 会给应该的人吃吧 上次自制麻酥里拉 超能辣 倒入柠檬桑 然后继续快速搅拌 盖上锅盖 让牛轻轻的挤压排出炉 出汁式折叠拉伸 稍微的把它整一下形 让它表面更光滑 浓郁拉丝 500克的黑芝麻 尽量打得细腻一些 记得咬一咬 不要加水哦 倒入先前打好的粉末 反板均匀 你就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黑 在搓成圆球之前要先捏紧 锡纸减成小块 拍照